我是湾区体验家秦海飞 我记得五年前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呢 我们选车的角度和关键词 一般会是围绕整个车的性能空间 还有它的价格等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似乎呢我们选车的角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 如今啊科技抢占了CV 车上搭载了哪些高科技才是我们选车的重中之重 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踏上这一趟汽车的高科技之旅 去感受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工业发展的日新月异 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在130多年前诞生 这辆装载内燃机的汽车奠定了现代汽车的基础 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自主制造的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出厂 中国的汽车工业从此开始起步 当时世界早已形成以欧美日韩为核心的汽车工业体系 中国品牌想要呼围而出谈何容易 时间来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 500辆广汽传奇轿车闪亮登场成为指定礼宾接待用车 这一次中国品牌的汽车被广泛认识并开始走向世界 说起这款车您还记得它的模样吗 十年前中国品牌汽车在亚运会上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十年后广汽作为大湾区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 不断创新科技实现了国产汽车新的突破 一眼看过去这些国产汽车外形炫酷令人眼前一亮 它的性能如何呢又搭载了哪一些高科技呢 快和我一起上车来体验一下吧 怎么样 感觉我们这个车 我反正进来以后呢我就觉得特别有中国法 为什么呢 你看多宽敞 咱们中国人做事就是堂堂正正明明亮亮宽敞 这款车就是已经是运用上了我们管器最新的技术 像我们的这个微信 你只要上了车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一边 有信息来的时候你只要按一下 或者说回应一下就可以通过我们影响系统发出来了 回微信的话也是只要说一下就可以发出去了 哇这是太智能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更让你这个感觉到喜欢的功能 我们这个座椅有按摩的功能 天呐这么好 是的 这个车要多少钱了张总监给我订一锅 您猜一猜吧 是太棒了 这个座椅居然有按摩的功能 对啊 这也太舒适了 我们按一下这个按摩键 然后可以控制各个方向的这个按摩 你把它靠背靠上去体验一下 真是太舒服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按摩的力度啊 非常够啊 就是够力 我本来以为这个功能可能只是装饰一下 就没想到 这个功能真的是相当舒适 太实用了 我觉得 我们打造的就是这个头等床的感觉 希望我们的客户能够喜欢我们这种舒适感 确实您看这个太舒适了 关键是这车的性价比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您看像我现在啊 这样子躺下 然后享受着按摩椅 再想象一下外面此刻是星空 然后家人都在身边环绕 哎呀 夫妇何求啊 舒适和实用固然重要 但对于热衷于速度感的年轻人来说 往往更想体验风的速度 感受急速的快感 听说试驾场有媲美超跑的SUV 我这就带您来体验一下吧 嗯 人员 嗯 嗯 廖师傅 廖师傅已经上车了 听说等会咱们那个项目还挺刺激的 要体验的项目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塑料袋 您觉得用得着吗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塑料袋 有些第一次坐的 可能真的是要一回 天呐 好 那我准备好 我也系上安全带 我们准备出发吧 亮师傅 所以我今天吐不吐 看您的驾驶技术了 保身照顾好你 谢谢 海飞 现在我们到百米加速3.9秒起点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准备好没有 就这么快就要出发了 3 等一下 准备好了 嗯 好 3 2 1 走你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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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的是有点恐怖耶 是啊 啊 哇那这个体处真的是好快好快 是啊 啊 一身冷汗真的是一身冷汗还是真的有一身冷汗 那前面几秒钟确实是感应是很难的 啊 是是是 你看我右手拉着是一个上面的扶手 左手紧紧的扶着这个靠背 然后其实我的腿也在下面是一个支撑点 本来呢我们已经是一个三脚型的支撑 这又是什么贵 这又是什么贵 现在我们体验一下我们的叫扭曲路 你怎么不给我打点意思吗 这说来就来 天呐啊 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 扭曲路 扭曲路 对 是主要是用来剪刷一个底盘那个砸不砸吃 哦 说来就来 嗯 好 我又要把我的这个三脚型织好 啊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 接下来您带我体验什么呢 接下来带您体验那个蛇行路 走蛇行路 默默的拿出我的塑料盖 蛇行路 我觉得顾名乎语就是要甩白甩 这个墙面的控制身体不要乱白 验完了你就怎么感受啊 哦 白米加速操作实在太炫 就算我是疯一样的女子也有点吃不消呢 算了 我想我还是比较适合体验一些文静有趣的高科技 海飞啊 首先看我们这个生态智能做仓 先您介绍的话是我们的智能语音系统 嗯 我们先演示一下 好 这就是阿迪哥的系统 阿迪哥的系统 哦 阿迪哥的系统 你好贝贝 请说吧 打开天窗 关闭天窗 为您关闭天窗 另外我们的那个还可以识别到主驾和副驾 然后我如果我说打开车窗的话 他会只打开我这边的车窗 打开车窗 微风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却装饰了路人的梦 哈哈哈哈 好有示意啊 关闭车窗 为您关闭 附驾车窗 哇 海维你也可以试一下 好 打开车窗 好嘞 哇 自动识别了主驾驶位和副驾驶位的车窗 对 哇这是相当智能了 我们是多音区的功能 哎那我们现在体验了这个出发前的一些这个车窗啊 还有这个天窗啊一些功能 那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应该是自动驾驶吧 下面我们出发吧 海维你可以开起来了 嗯 好我们现在行驶起来 现在我们体验一下RDGO的自动驾驶 好 好 现在进入的是自动驾驶 好 现在进入的是自动驾驶 现在我们设定了55的车速 嗯 然后的话前面的车速如果提高我们也会提高 嗯 然后如果前面减速我们车也会减速 哦 哦 这个叫自适应巡航功能 哦 自适应巡航功能 哦 他现在 对对对对他现在有点减速了 我们车立刻就减速了 对 那么他提速的话我们就可以瞬间提速 我们也可以提速 对 我们车也在加速 哎我们车也在加速了 哎呀这真是非常便捷 你看解放双手双脚 那我们RDGO还除了智能驾驶之外 还包含了一键遥控泊车 哦一键遥控泊车 海维现在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好的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一键泊车 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实用 不只是女性的这个车主啊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平时拍车的时候是挺复杂的挺难的 比如说我个人啊 我觉得就是到后没问题 但是侧面的车道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好像会有一些问题 海飞啊我们的车已经找到车位了 现在把停车的工作交给我们的车和我们的手机APP 车已经开始自己搏了 嗯很好 这个功能太实用了 对我们这个功能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领先的 对 那我们的话是用的是最新一代的感知智能系统 哦 我们用四个高清的全景摄像头 嗯 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 还有一个预控制器 好我们现在是搏车完成了 嗯自动搏车一键搏车真的很赞啊 要让点点个赞 好谢谢 徐部长刚才在这个车里啊 我闻到一股还带点中药的清香 嗯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NNV上面开发了 嗯我们全世界第一款中药香氛系统 把我们的中药的一些提神醒脑 还有疏解疲劳的功效放在我们的车上 然后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啊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敏感速度 嗯然后选择不同的味道 还有不同的浓度啊 这么神奇 就这个车里不但没有新车的味 它反倒变成了一辆健康车 对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座舱 非常的一个重视 所以我们广西新能源的话 一直非常注重健康座舱的这个概念 嗯所以我们的所有车上面有 中药的香氛 嗯还有我们的一键杀毒的系统 哦这样的话 这种系统的话 现在非常受年轻人 尤其是90后的喜欢 哇90后现在是养生的主体 哈哈哈 随着强调个性的90后 逐渐成为汽车消费市场的主体 各大车企也纷纷顺应其爱好 推出了各种个性化的汽车定制服务 哎接下来我要带大家体验的呢 是我们广汽集团的一个互动式定制体验 您可以帮我们操作一下吗 没问题 其实打开这个APP之后啊 就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定制爱车的按钮 哦 然后整个过程呢也都是非常简洁的 哦 你看比如说我们最新上市的这款IMV哈 打开之后呢 点马上订购 出来呢就会有很多的亮点 包括参数 比如说像它不同的版本 以及外观 好 现在咱们来选一个我喜欢的这个Keep me 栏 好 然后呢还有包括轮毂啊 内饰啊 智驾选装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选配 然后就点完成定制 然后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点马上定制了 好 选择你的一个最早的交车时间付款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按订单去排产了 里面也会就是说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因为我们车间里面都是有视频摄像头的 天啊这个简直是太便捷了 透明工厂的话 然后呢可以呈现出明定的这款爱车 它现在生产到哪个情况了 哇这个功能简直是太酷了 就是我每天都可以看一下啊 我的车到了哪个步骤啊 离交付还有多长时间啊 对啊这个功能实在太大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沉静式的体验 嗯确实很不错 个性化定制为消费者提供了创作的空间 但我好奇的是 这样一辆专属定制的爱车 出厂前还需要经历哪些历变呢 接下来我决定带您去汽车智能工厂一探究竟 哇真是太酷了超炫哎 我是第一次来到像我们这样子全自动的这种车间啊 这是什么车间呢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汉装车间 哦咱们这个汉装车间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的汉装车间是采用了全球首创的铝锚接及点焊切换技术 还有我们的钢铝混合的柔镜的生产线 这个最大的特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到轻量化 这样的话就我们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安全更轻量化的车身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总装车间 总装车间对它的特点是将我们定制化 可以大批量的定制化生产 刚才我们在手机上下的单 就在这个车间把它最终组装成车 然后最终下线 就是依赖于我们智能化的广计生产方式 将我们的数据流和我们的物料流 然后结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们下单的时候看到那个时间表啊 那个进程 就是我们这个最后有组装车间 这里最终组装成的那辆车对吗 全自动化操作的智能车间让人大开眼界 但是面对一辆新能源汽车 作为消费者 我想应该更关心的是汽车电池的续航和安全性问题 徐部长 您看作为这个新能源汽车 我们可能觉得它的这个电池是可能决定它的续航能力吧 电池只是决定续航的一部分 续航高的话不仅要靠电池 例如我们的车 我们为什么把续航做到这么高呢 除了依赖电池之外 我们还有依赖于我们全球最领先的我们的GEP2.0全铝纯电专属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啊 哦 我们这个整个布局的话 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的电池就放在我们整个平台的最中心的位置 非常的平整 嗯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电池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 嗯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把车其他领域 续船化 然后整个下车体 还有那个部分车零件的话 全都是全铝的 这样的话 把车辆的轻量化做到极致 汽车的轻量化一旦做得好 它的电汉也会降低 它的续航也会提升 看来这个续航平台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对 那么怎么样在电池的安全性方面呢 进行一系列的探索 我们的电池系统呢 是行业内非常领先的 第四代的BMS电池管理系统 嗯 我们的电池的话呢 智能的控制电池里面电芯的温度 电芯的温度在25度到35摄氏度 这个区间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嗯 这样的话我通过这个系统 永远的控制在25度到35度这边 嗯 这样的话就把电池的整个的最好的性能发挥出来 嗯 一个是提高安全性 嗯 第二个的话是提高续航 可以需要呢 还有它的寿命 对 还有寿命 对 也会提高 所以就是说 这项技术啊 不只是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处于领先啊 它其实在全球也属于顶尖和领先的技术 对 GEP2.0全铝纯电平台 不仅拥有超强的续航能力 更提升了行驶的安全性 但我更期待的是 驾车能否像智能家居一样 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体验呢 目前的智能移动技术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现在呢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 就是自主召唤 当我在手机上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呢 停在很遥远车库的车 就会自动驾驶来到我的身边 是否像传说当中的这么神奇呢 我们来试试看 你看下雨天多实用啊 我没带伞 我的车会自主的来到屋檐下接我 实在是太棒了 哇要故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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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 按下这个按键呢 不仅自主召唤来车辆 还为我带来的一位嘉宾 梁总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这个自主召唤的功能啊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系统 好的 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这台车呢 是我们管器最新研发的无人驾驶 然后刚才展示的一个功能 是我们一键召唤的一个系统 因为我们结合了这个高精度定位的一些算法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个高音低 地图的一个场景呢 它可以实现一个跨路程的自动的召唤 比如说你现在下班的时候来到这里 你的车停在车库里面 你只要把你手机一按 它就可以同意地下车库开到上来 这样呢免除了你很多麻烦 是啊 尤其呢像这个腿脚不方便的时候啊 也是这个功能也可以开上用场 是的 所以它的用处实在太多 也可以节约时间 这个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功能也非常赞 哎梁总啊好像我们最近啊 广系啊在自动驾驶方面 也有一些新的研发的突破是吗 您能带我们体验一下吗 好的我带你上车一一体验 好 哎呀梁总啊其实今天这个天气不好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呢 自动驾驶哦 是的 下面呢我来展示一下自动驾驶的几个场景 其实我们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呢 很可能有一些想不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有人横穿马路啊 有车挡在我们的一个路径 所以这样会挡住我们的路线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看我们的车就会 会怎么如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 哎前面有车辆 你看我们的车自动避让 自动避让哦 哇 很酷哦 刚才这个场景呢就是说 我们通过我们的机关领导和摄像头呢 再看到这个车挡住了我们的路 我们就重新规划一个路径 再看到我们这个左侧车道 没有车的情况下 保证安全情况下 它就会压过去 这就是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行车安全 行车安全 而且能通过 刚才我们体验了一个自动避让的场景 好现在我们再体验下一个场景 前面我们看得到是一个红绿灯 好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红灯了 对了你看看我们的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哇 哈哈哈 自动就停下来了 对的 这个绿灯呢我们车开始启动 嗯 好 有一个路人在那里 哦他正在走过横车马路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就会停下来了 哦自主避让 对对立刻就停下了 但是他这个停也不是说特别迅猛 他是缓缓的停下来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又自主先行了 刚才这个场景呢主要是一个 避让行人的一个场景 对 他主要是 比如说我们的摄像头看到有行人了 而且我们看到有斑马线了 这个时候呢不一定走过来 但是他在那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结合一些 里样的一些算法 那么在这个斑马线我们停下来 让行人走过去之后 让我们车在安全的时候就会行驶 其实我们是一个礼仪之班 里样的行人这种算法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里面 让它形成一个有礼貌的车 对哦这个踢马真的很好 有礼貌的车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广气集团特约合作行进大湾区 行进大湾区由广气集团合作播出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气集团特约合作行进大湾区 有礼貌的车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温度 我想未来一辆好的汽车必定是高科技和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 相信啊看完这个车子你一定会脑海当中蹦出三个字 就是未来感 这辆车有名字吗 有它的名字是Eno 146 那为什么叫Eno 146 那EN是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个概念车都会有一个EN的开头 那0.146是一个这个风阻系数的数值 那目前我们这个是打破的全世界的一个记录 是这个电动的一个乘用车的一个新的数值 所以我们用它来命名叫Eno 146 Eno 146的超低风阻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为我们和家人朋友创造了更好的相聚条件 而那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设计也放大了人们相聚的美好 打造的时候是按照一个中式传统家庭 三代同堂两个孩子的一个家庭 那一个出行的一个体验 也是因为设计啊 我们打破这种互相这个乘坐的一个格局 是一个2加1加2加1的一个格局 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成员组成 那一起出行 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然后也这个后面的这个爷爷奶奶也看到这个小baby 然后我们旁边也坐的这个稍微后面一点的一个小孩 年轻的小孩 所以是一个互相能够看到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环境的体验 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亮点啊非常赞 因为刚才这辆车看上去啊 它很炫酷 我以为它就是一辆概念车 但我觉得它不仅是科技含量很高 而且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一个部车 是的 的确是非常有人性化的一个部车 以人为本的创意 给美好生活带来了温暖的感受 这样的创新来自于一支怎样的团队呢 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中国 还有在美国 美国的洛杉矶 然后中国在这个广州跟上海 那广州是总部 上海是一个工作室 然后在LA也是一个studio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 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在工作 他们工作完之后我们工作 就是一直把数据或把设计 把工程互相交换 所以我们今天做完了送过去 然后我们醒来就可以接受他们最新的一个反馈 然后大家互动是一个挺好的 高精尖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正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精英聚集一堂 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核动力 这次汽车科技之旅 我体验了汽车从出行工具到智慧出行的转变 不便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从制造到制造 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的汽车制造业雄心勃勃 科技让我们不断解锁更多有趣的汽车使用场景 一个建设世界级汽车硅谷的目标 如同朝阳般冉冉升起 点亮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工业发展蓝图 助力实现新时代大湾区美好生活的广阔前景 到这里我的湾区行进之旅要暂告一段落了 行进是为了探索未知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一路我们一同走过满载岁月的长廊 历史的沧桑记忆里有千年不息的鼓噪摇火 有康有为公车尚书的妙笔文章 有黄飞红叶问追求男儿当自强的荡气回肠 这一路我们驻足当下的美好生活 去探寻在现代化城市丛林中 那些脱离喧嚣的山川湖海 去飞越冰雪 去乘风破浪 去追逐闪闪发光的梦想 这一路我们更展开了对未来的奇妙畅想 跨越大海 见证人类工程的奇迹 搭乘快车 揭开高科技富能生活的秘密 走进物流 明听湾区企业家开创美好明天的奋斗故事 这一路感谢有你 行进大湾区 让我们相约夏季 精彩再会 惊人类工程 精彩车 可真是第二彩 摊取 就会自若陽光 精彩车 精彩车